好,現在來示範一個繩結,叫做卡車司機結 那就是卡車司機專門要綁貨物用的繩結 那假設我們把貨物從上面已經拉下來,我們準備要綁 但這邊要注意一下,因為我們一般在綁貨物的繩子是很粗的 那老師現在示範的用的是銅軍繩,我只要示範怎麼打而已 那如果真實在綁貨物一定要用夠粗的繩子,好像銅軍繩是沒有辦法撐住的 好,那怎麼做呢?首先,這邊右手先抓起一個耳朵 抓完之後呢,我們把耳朵跨上去 跨上去完之後呢,就拉剛才本來這條的繩子 就拉上面下來的繩子 跨完之後呢,我們來繞,要對這個耳朵繞圈 耳朵是由前,由上往下壓,壓完之後呢 繞的時候,我現在來確認方向,這邊是外面,這邊是裡面 我們朝外面,繞一圈 繞一圈,繞一圈 繞一圈完之後呢,再從裡面 就是這個繩子裡面,這邊再繞兩圈 老實知道嗎?一圈 好,再一圈,兩圈 好,那如果我們是用夠粗的繩子 到這邊,用力拉,你會發現它已經卡很緊了 那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銅軍繩 所以它可能還是會鬆掉 好,那接下來呢,下面已經有一個套路馬 那我們把剩下的還沒用完 還沒用完的繩子呢 做一個耳朵,穿進去 穿進去完之後呢,接下來呢 我們要用下面這一段繩子 用這段繩子來下面這裡固定 好,我們就往下拉 從鏡頭往下 我們就往下拉 下拉,下拉,下拉到最下面 假設我們找到有那個 那卡車的貨物下面都有 勾子可以勾嘛,對不對? 卡車 好,那我們就繞過去勾的地方 好,再繞過去可以勾的地方 接下來呢,剩下的繩子 因為其實上面已經 好,我們仔細看到上面這邊有用力拉 這個頸已經被勾得很緊 所以我們可以用力從這邊吹緊 就是剛才那個 拉下來的多的繩子 用力把它吹吹吹,吹緊吹緊 吹到最緊,最緊的時候呢 我們就繞過去 欸,因為上面已經很緊了 而且這也是很粗的繩子 所以簡單,我們就繞過來做個單頸 就可以做結束了 要半扣了,半扣就可以做結束 好,這是卡車司機解 卡車司機專門在綁後用解